好,大家好,欢迎来到MAS学院 我是iOS项目讲师议辉 咱们今天接着来做咱们这个iOS的加招助手项目 还是看一下咱们这个效果图 咱们上一个课时已经将这个上拉抽屉的空件封装的基本上差不多了 界面部分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 这节课我们主要来做一下有关逻辑方面的问题 封装这种思想是非常好的,对吧 它可以将我们的代码模块化,对吧 相同模块功能代码封装在一起 然后我们在外面只需要提供接口,可以很方便的调用 但是它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模块和模块之间的传值 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抽屉 抽屉让我点击第一题第二题之后 它是会把这些题传给我这个主界面的,对吧 我主界面是要做相应的变化的 在iOS中传值咱们一般最常见的最基础的是哪种啊 是set和get方法,对吧 然后还有更方便的一下 更方便的一点是使用代理通知,对吧 这些这些方式都可以进行传值 咱这个就用代理来做 我现在打开我们的项目 我这边的想法是我想完完整整的带着大家把这个项目给写一遍 但是咱们这个时间毕竟是比较有限的,对吧 课程大纲上的要求我一定会都给大家讲到 用到的知识点都给大家讲到 像有些地方我可能就不会带着大家一起写了 比如说像这个上面的这些label label什么的这个准备也没有什么非常难的地方 大家下去之后自己给可以给摆一下 咱们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 在课上讲一些更多逻辑性的东西 好吧 然后咱们今天来看这个东西咱们怎么处理 首先在这里面大家可以想一下代理代理方式什么意思 代理的方式是不是说某一个东西是一个呃 怎样理解这个这个理解就像很像一个送快递对吧 送快递首先肯定有一个雇主就是我是要发东西的 对吧这个这个东西我要发到哪里去有一个雇主 然后还有一个中间就是快递快递公司对吧 快递公司就是这个代理 我将这个东西给快递工资快给我将这个东西给快递公司 然后快递公司代理我把这个东西送到我的呃 我要送往的那个我要送往的下架对吧 对我下架那点相当于是一个目的地 我这点是起点那边是终点中间要通过一个代理来传达 所以咱们这个也是一样的 我点击这个按钮触发的是什么 是一个是一个消息对吧 我需要将这个消息送到我的这个主视图 所以我这个点击这个消息相当于发出者 我的主视图接收者这中间我需要一个代理来帮我把这个东西传过去 对吧所以思路咱们这个思路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来写一个代理 我们在这里面写一个代理Protical 取一个名字咱们叫做个sheetViewDelegate 好咱们写一个方法 这里面写一个int值的indexe 好 我们还要在外面在里面再要有一个全面量对吧 脑仓mec wec 然后是ad类型的 要遵守咱们这个sheetViewDelegate的一个对象 实现一下button的方法 这里面把它添加一个点击事件 先给它添加一个tug值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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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2 2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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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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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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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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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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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白色呀对吧 我们再设一下 UiColor WhiteColor else等于的话应该变成橘黄色对吧 BandgroundColor等于 UiColor OrangeColor 好第一次的话我们应该在这里面也给设一下 AiO 等于0 第一个对吧 对吧 undgroundColor等于 UIColor forringeColor 下面咱们这个颜色设置 错了 下面咱们这个颜色 不应该是白色 应该是这个颜色 咱们让Delegate 执行一下这个方法 这个地方应该传进来 一个index 好 这样的话 咱们这里面就已经 做好了 在外面我们来怎么样 然后我们想一下这个 直传回来了 我们已经得到我们点击某贯纽了 我们怎么来控制 我们怎么来控制后面的这个题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咱们首先弄明白这个关系 咱们后面那个 那个screwview 后面是三个tableview 再一直复用 三个tableview都加在一个screwview上 所以咱们要想办法 控制后面那个screwview 咱们先来 所以咱们要想办法 将这个直传给 咱们封装的那个screwview空间 对吧 所以咱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这个screwview 当时咱们是怎么做的 让它 嗯 在这里 对吧 咱们当时封装这个空间的时候 让它上面刷新题 主要的逻辑是在咱们每滑动之后 滑动减速的时候 对吧 所以咱们可以模拟这个方法 怎么模拟呢 咱俩大家可以看一下 咱们执行这个方法的时候 是不是因为 因为滑动减速完之后 传进来一个 咱们这里面主要用到的 就是一个screwview的content offset 对吧 所以咱们可以在外面 把这个offset设置完之后 手动调用一下这个方法 那样的话是不是和咱们 咱们通过手势滑动screwview 然后等它停止之后 调用这个方法是一样的呀 对吧 所以咱们首先应该能得到 这个screwview 这个screwview 当时咱们是写在这个地方 咱们把它写在 .h文件中 这个地方把它 升并成public 让我们外面可以渠道 好 在这个方法中 咱们这个里面的screwview 是这个对吧 是view 其实我这种写法是非常不正规的 对吧 咱们起名字 应该能 咱们起名字 应该能一下看出来 能想象出来 它是哪一个 对吧 应该眼简一黑 应该非常简练 并且能让我们知道意思 当然我这个是不正规的 像我们 这样吧 我这里边 顺便把它改一下吧 交给大家一个改名字的方法 view 哇塞 里面的view太多了 这个地方 我把它改成一个 answer screw 嗯 cw 我们这下把它改成一个 answer screwview 好 我们这边再往后找 再往后找 再往后找 这个地方 replace 所有包错的地方 我们都把它改一下 这个地方replace replace 不对 这个地方replace 好 看我们还有哪里包错了 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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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我们都要给它换一下 好 然后这边就没有问题了 这里面我们 上面一个screwview的指针 然后我们设一下手动设一下它的content set concent offset 等于cg point make 咱们这个index 是从1开始的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还不如传0了 这里面还有 然后减1 乘以一个 der from der size der width 这是它的偏移量 Y是0 对吧 那这里面我们只要让它手动的调用一下 这个screwview d 对对 就这个减速的时候 模拟一下这个效果 好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或者里面现在是第一题 我点开 我点一下16 这个地方没变 先不管这个 先看 大家看咱们这个后面的 是不是已经把值传过来了 后面已经变成16了 对吧 我再往左15 这 这 就衔接上了 和咱们以前这两个空间就已经无缝的衔接在一起了 对吧 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我比如说我这点34 对吧 上面穿着变成34题 42 这后面变成42题 对吧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按钮 为什么颜色有问题 问题 问题在这儿 这个button 不应该是我们传过来这个button 这些地方都应该是 这点我们没有注意到 这些地方都应该是 那个警告我们一会再来处理 它是类型不匹配的原因 先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不是已经好了 对吧 大家看现在这种效果已经好了 我们这节课的大致内容就讲在这里 主要是我们能够理解一下代理一种设计思想 以及咱们这个空间和空间封装好的之间的空间这个传值 我们把这点给 处理一下 好咱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